大家好,又来到整装代化 我是你们的装修顾问Alton 今天带大家来到一个银线湾准备员工的独立屋单位参观 整个单位面积大约1780呎 今次的设计上,Designer利用了一个轻车时尚的风格 呈现今次的家居设计 事不宜迟,立即和设计师聊聊 看看今次的单位有什么特别之处 阿谦,我留意到每一层都有一些不同的特色 不如阿谦,你和大家介绍一下 主要这家屋大概会有四层 最底层的地下和一楼是客厅和饭厅和厨房的位置 白色元素会更多 然后也会带我们轻车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金属 一门口已经有一个很大的圆关的屏风 可以凸显到整个空间的楼底高度 让它整个看上去很有空间感 然后去到三楼和四楼的主人房 和这个小孩的一个睡房 这个空间就相对会多一点点木色 尽量不用白色 因为始终白色配木色 你会看到是一个比较像的日系设计风格的元素 所以我们尽量避免这件事 我们会选择多一点木色和木色之间的一个碰撞 而且可能加上一些金属、桥纸 一些点绝的元素 让它整个空间看上去 就不会觉得是日系的风格 最底层是有点特别的 它就是小孩的睡房 想法就会是相对想在的 更新的、颜色一点点 所以在设计思路上 其实就会以这个 比较现代简约的一个风格为主 如果大家喜欢这条影片 就记得留下CLS给我们 订阅这个频道 按下这个小钟 告诉我们下一次想看什么单位 如果大家未来准备想装修的话 就记得按下视频箱 申请一个免费独赤登记 跟我们的装修顾问聊一下 看看我们的装修顾问有什么意见 我们下一集再和大家做装代法 拜拜